日前港尉日記京街頭一天 台南馬東部開放餐飲可以在店來營餐 為了跟押價有價購 有條件坐有一定的工業規定 一陣子起床在京華九州北斗 也特別全都店家的關心 希望大家做好消費的環境 加當維持正常的經濟活動 回到也拿店家的最安心標準的零件 我們希望說做小生意的一般店家 也都能夠在這次降級為解封的時候 也能夠有內用的生意可以做 但是防疫工作要做好 畢竟防疫高於一切 在防疫可以確保的前提下 可以讓客人享受內用的這種自在舒適的感覺 但是內用外帶都可以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標章 一方面讓大家可以安心的內用 但是貼了這個標章 就更有維護顧客安心防疫用餐的規定 所以說貼了這個標章不能夠違反 如果說違反防疫的規定 被查獲我們也當然會有相關的 一些處理的原則 對三個境界告訴大家 眾生有條件可以開放第一點來用餐 對著雅姐跟消費者來說 也都送了一口氣 那個防疫期間不能內用 那餐飲業的其實影響很嚴重 最近政府有這個可以餐飲內用 但是我們還是遵守政府的標章 就是說讓人有少一些 一個桌子只能做兩個 不定期的做一個清小章子 保護客人的安全 今天是降級的第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出來吃 現在有隔板 有隔板我覺得還蠻 設計的還不錯 之前常來吃嗎 我常常來吃這家非常的有 所以等了多久 兩三個月有 差不多三個月有 當然有一些規模比較小的店家 因為和很多位 也要做隔膀頂頂 讓他們也是選擇這次的餐飲 隔膀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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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為了風雨真正的飽動 我們的新聞 郭文綺 蔡英文博德